哈喽大家好 我是真过瘾 这窝蜂借王到现在有7天了 然后这几天都在下雨 昨天是阴天 今天也是阴天 我们来看看这个蜂王 有没有出去胶尾啊 下了好几天的雨啊 自从借了王之后我就没来看他 蜂王在这里啊 然后这窝蜂好像工产了 这个蜂王还是挺亮的 应该还没有胶尾 这个皮上面全是干的 一点蜜都没有 然后这窝蜂工产了 我们给他处理一下 这窝蜂工产了 我们等一下处理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窝 有没有多余的植皮给他 这个王已经借进去了 没想到还是工产了 还是慢了 我们看一下这窝 这窝是有王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多余的植皮 给他调一匹 哇进这么多蚂蚁啊 大家看进蚂蚁了 镜头拖过来你看 我忘记做那个防蚁的 你看这么多蚂蚁进来了 啊不行啊 这样子不行 怕亏了 进了这么多蚂蚁啊 不行啊 要处理一下 不然这样子哪里行 这底下估计太脏了 这一边就没有蚂蚁 这一窝就很多蚂蚁 我都忘了这一群也只有一匹蜂 这只有一匹蜂的话 那就没有植皮可以调啊 他这一匹蜂的植皮还是挺漂亮的 这个植皮还是挺亮的 就是蜂少了点 这个地上还是太多那个泥巴的 买了一包蚂蚁药啊 现在我们来放给蚂蚁药堵死这些蚂蚁 这地方蚂蚁太多了 这个窝在这里啊 他的蚂蚁窝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倒在这里让蚂蚁搬回家去吃 我们把它倒在那里啊 然后让蚂蚁搬回家吃这种是诱沙尔记 他搬回家吃了之后两三天他们就会死亡 再多倒一点 我们再多倒一点的蚂蚁药 这蚂蚁在这一个位置 蚂蚁窝在这一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路上面 在他这个路上面多倒一点蚂蚁药 让他们搬回家去吃 大家看蚂蚁开始在搬了 这蚂蚁已经开始来搬这个蚂蚁药了 再搞一包给我 然后我们里面也倒一点 里面也倒一点 反正这里也倒一点 这里 这里也是蚂蚁行进的路线 你看这蚂蚁在这里爬 好我们也在这些地方倒一点蚂蚁药 让蚂蚁搬回家去吃 这一只我一倒下去他马上就搬了 然后有一些蚂蚁已经进风箱了 我们搞点蚂蚁药来把他们全部堵死就行了 这种是幼杀的啊 倒下去之后那个蚂蚁他会 搬回家去吃吃了之后 就会死翘翘 打赏我们下期再见 会面 保证